从如何省税到减少罚款,从银行贷款到申请补助,为响应全美小长夜周即将于下个星期在法拉圣图书馆举行的专题研讨会,将邀请众多专家为社区商家支招做声音。 此次的专题研讨会是议员顾雅明办公室与法拉圣商改区、大法拉圣商会、拉瓜迪亚社区大学、小商业中心等机构共同合作,将于下周四在全美小商业周期间为社区商家带来系列内容丰富的研讨会。 法拉圣是全纽约小商业最具活力的地区,然而议员顾雅明指出,现在做生意越来越困难,想要进入小商业领域打拼的商家需要更慎重考虑,听取研讨会当天专家意见或许对小商家或者准备开始创业的商家有帮助。 研讨会将从5月7号上午10点一直持续到下午4点,感兴趣的民众可前往参加。 美国中文电视何其院郭军报道